通过我现在观察西林的表情 我觉得她现在此刻 还在那个歌的情绪当中 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西林你脑海里在想些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我小时候是自然卷嘛 然后可能有些小朋友她不懂 后座的同学就会往我的头发里面 扔一个钉树钉啊 然后扔得满头都是 然后自己拆这样 当下的我会产生的一个想法就是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小女孩第一次受到 来自这个世界不友好的时候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说 你为什么伤害我 而是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导致你要惩罚我 在那个时候 如果有家长去正向引导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不会有这么多 很早就形成的一些 不好的性格和想法 所以想要通过这首歌来 算是发一个声 希望孩子们能不用负重 一万斤长大 我在听这个歌的时候 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 导致我整个听这个歌的时候 我自己很煎熬 因为我以为我忘记了 但是我发现 我好像现在也过不去 就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去过一次夏令营 大概有两百多个孩子 大家在一起 突然间有一天开始 开始丢东西 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有啥 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小 也没啥之前玩意儿 后来我们那天去本西的水洞 然后我拉着我屋里的那个 刚认识的小姐妹 就一直冲在前面 撞了其中一个小女孩 但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很想 看那个很漂亮的钟乳石 我撞完她之后 她瞪了我一眼 我还跟她说了对不起 过去了 过了一天之后 我再出来 我们吃饭的时候 吃早餐 我看所有的人都用很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后来到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宿管阿姨 到我们房间敲门 她问我说 东西是不是你偷的 你知道那种 有理说不出来的感觉吗 我只能哭 我那个时候 我说我想问问您是谁说的 是我偷的东西 那阿姨就回头看 我就看到我撞的那个小女孩 就站在门后面那样看着我 你知道吗 然后我整个宿舍的人 从那一天开始 不跟我讲话 不跟我聊天 你被孤立了 对 我明明没有做这个事情 到最后一天 我爸来接我的时候 我看见我爸的时候 我以为我会疯狂地哭 但是我没有 我当时就想 好在我只有七天 我感觉我已经这个事忘了很久了 但刚才听这个时候 这歌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这个事 但是我拥有一个很健康的家庭 然后我的学校 我自己的生活圈子 大家都是很友善的 所以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它没有给我造成任何伤害 了不起现在就是我想起来 想当初宿舍里那七个女的 现在过得比我好吗 真的 就了不起就这样想一下而已 但是也过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真的是有人真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 我觉得活下来都很难 真的就因为很崩溃 你每天 你没有人能求助 这歌带给我的感触很多 但我一定不会听第二遍 你放心 不会 因为它给我的感受太复杂了 对 谢谢 谢谢毕丞 其实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 是我觉得 我无法去想象 或者感同身受 就是有这样的童年创伤 我使劲 削渐脑袋 要往里钻 去想那个状态 我都想不到 可能每个人的人生经历过程中间 他总有一些负重前行 他总有一些委屈 有的时候我们要坚信自己 也不要责怪自己 其实我们没错 我非常赞同彦斌所说的 他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画面 但我觉得彦斌他在里面 做一个其实很重要的角色 他就像一个很有力量的旁观者 甚至他是无形的 但他的声音一直在支撑西林 因为西林在整个歌的演义里面 我听到就是支离破碎 他是真的从心里面 掏空自己的 这个歌不只是可以帮到儿童 最重要就是懂事的大人们 是否应该多做一些思考 而不是旁观或者是责难 所以很谢谢你们选这个歌 和演义这样的方式选这个歌 我觉得今天在这首 《负重一万斤长大》里面 我看到了非常非常细腻的设计 我看到了非常非常深刻的情感 从一开始 西林用拇指琴弹出那个前奏 再到歌曲的后半段 他非常毅然决然地把这个琴摔在了地上 传达出来的深意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感受的 冰冰老师你在那一段是非常收敛 但是传达出来的那种力量 反而更加震慑人心的段落的表现 也是让我久久地难以忘怀 我超爱最后编曲的设计 那一段频率 我觉得好像就是新电图的波动一样 也许很微弱 但它不会消失了 它会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会汇聚在一起 谢谢 谢谢